歡迎來到紅石口袋,我是傑夫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玩很久沒有玩的紀念背骨 那我們的關卡就是上次破到第四關 不,我們已經破到第六關了,所以我們也要來破第七關 那你看我已經久到忘記我玩到哪裡了 好,沒關係我們今天就繼續我們的第七關囉 繼續我們愛達的冒險 烏鴉草在此王位無人已跡 我發現進來之後音樂好大聲 好,沒關係我們就開始吧 所以我應該是要讓烏鴉過去 然後我要去哪兒 這關好像沒有很難 太好了 他們應該不會欺負我 太好 喔,又是烏鴉 我們應該讓他先去踩對不對 再一次 好,這樣就夠了 然後他要再把我轉過去 對,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是 喔,我知道了 我們應該再轉一個 再來再來 烏鴉人真好 喔,好旋轉喔 喔,好旋轉喔 還要再轉一圈 覺得辛苦 掰掰 這關有點錯綜複雜 我真的是 這關有點錯綜複雜 我真的是 喔 這種機關 然後我現在可以先進去 喔 喔 喔 欸,超過分的 那是烏鴉 過分 我幫你轉過去 喔,我懂了 呵呵,過不了了齁 好,接著呢 就是 再進這個 喔 喔 又有那個 又有那個 他是誰啊 不知道他是誰 就是他會對我說話 神聖幾何的竊取者 早已迷失自我 在詛咒下 在詛咒下 他們行走於這些 紀念碑間 愚蠢的公主啊 難道您也已忘卻 不,我一點也不愚蠢 嗯 嗯 欸 好 那我們就進去這個門路 為什麼每次覺得好像 遇到那個 就是會說話的人 他都要 欺負我 的感覺 嗯 嗯 喔 這個可以更多旋轉 真方便 看來這關是難不倒我啦 哇 哇哇哇哇 這個樓梯也分解得太淘汰了 哈哈 還有最後這個 回馬槍 我們在往哪邊 嗯 看來加到上面 然後呢 這裡可以上去了 啊哈 耶 完全了 這次是 欸 這次沒有那個顏色 還是 對耶 這次的這個沒有顏色 之前都藍藍的 完成啊 可是我覺得這一 這一關的那個音樂好沉重 OK 關卡解鎖 因為我破了這個烏鴉槽 好耶 對啊你看他的顏色 跟其他關卡不一樣 好 第八關 其實我也不知道還有幾關耶 第八張 箱子 在此 這裡有奇異的驚喜 我最不喜歡驚喜 這個全部都可以打開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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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這個也可以打開 欸我可以去啊 我可以去啊 先踩一下 然後燈就亮了 這邊可以去哪裡 不是這裡嗎 我到哪裡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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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見了耶 有 我到哪裡去 我到哪裡去 你到哪裡去 我到哪裡去 你到哪裡去 我到哪裡去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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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這個模樣 欸 可以耶 不 我要走回去了 等一下 再來一次 好煩喔 好煩喔 耶 亮了 亮了 然後還要再走回去 這一關就是 一個感覺不困難的關卡 可是覺得好煩喔 好 接下來我要到了這裡 嗯 我剛剛只能進去 我也不能去別的地方 喔 喔 原來是這樣連接的 我已經違反地吸引力啦 我已經違反地吸引力啦 接下來我要怎麼到下面去啊 因為我這邊都不能走 嗯 所以我該怎麼辦呢 好 我要讓它踩啊 好 好 你踩也可以啊 嗯 要打開奇怪的東西了 嗯 這真的是一個充滿奇異的寶箱 然後呢 再轉 蛤 有金魚 喔 被轉出來了 喔 被轉出來了 喔 在上面 在上面 喔 在上面 那 我應該先踩這個 Air 蛤 黏 сдел Word 在裡面踩這個 不是很開心 就是他 他就是一直 一直在 解開一個集合 讓我 馬帶有點 不舒服 有一種煩躁感 為什麼他這麼複雜呢 這裡可以上來 那個鯨魚好可愛喔 你看他就是 沒有困難點啦 但是他就是讓你 一個踩一個上去的 就是不能直接跳到長間去 他現在不讓我找 還要把箱子關起來的 最後他很神奇的 就是 回到原來的樣子 這樣很煩 如果讓我輕易過關就好了嗎 喔 這次有 一個多角形 完成了 這關是個 不知其所以然的 關卡 就是 就是照著他 所指示的道路 一直走就對了 就過了 感覺對劇情 一點幫助都沒有 第九關 第九章 斜坡 在此沒有剩下可以原諒我們的人 你怎麼被放逐到一個荒島去啊 好可憐 這一朵花 那朵花可以撿嗎 欸 真的可以耶 欸我還以為他會帶在頭上 剛剛 居然 錄製的過程當中出了一點問題 害我要重完這一關了 沒關係我們在 就是 大家還是第一次看 沒關係 那我們就在開始吧 那 應該是要我剪這朵花 對 所以 好 剪了花之後呢 就是 一直往下 就是 嗯 有一些驚喜 可能就沒有了 這樣子 對啊 真的不好意思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 錄製的過程發生 問題 好我們就繼續往下吧 好我們就繼續往下吧 就是我神奇的力量可以 走過去就讓海水往下跑 然後 我打算走這邊 然後 這邊可以上去 欸 剛剛是怎麼走的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這個可以爬 所以我可以上去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再下來 走過去 我瞬間已經忘記了 我剛剛怎麼過了 真的 失憶得很嚴重 好 OK 然後 再來是 這樣子 走過去 其實我那時候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在這邊 卡有點久 我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麼弄 好 好 這樣子 我就可以進去了 耶 超迅速的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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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一關 這關就是可以拉這個把手 這樣子 好 就是玩過一次我就覺得好像有點少了一點 就是跟大家一起玩的驚喜 嗯 呃 沒辦法啦 沒路到尾 無法 無法 好 總之我們就是一直繼續往下走 然後這邊就是下面可以轉 對 所以我需要轉到一點比較適合我走的地方 這裡這裡這裡就是這個 然後 就可以上去踩這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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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就可以下去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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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的地方 然後後面的配樂變得好吵 就是很恐怖我覺得 然後啊對 我還有一個很驚喜的地方就是 剛剛在上面那個區域的時候 有我那個好朋友 他之前被水淹掉了 我看到 就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好興奮喔 超開心的 就他之前被水淹掉的時候 我超級難過的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所以這一次 就是能夠再看到他我超開心 然後這邊就是開始在做 自由落體了 就是有一點莫名其妙的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掉 還好我沒有鋸高針不然我覺得 很害怕 然後這邊 這邊就是要 轉超久 欸 就是要轉很多圈 轉到一個就是 天荒地老 然後這個呢就是我之後才發現的 就是原來這隻鳥就是代表我 可以行走 這樣子 對 所以只要鳥可以走的話我就可以走 好 沒有像我現在看不到我 可是鳥可以過去 所以我就可以過去 好下去了 它背景音樂真的好大聲喔 有些是那個 叮叮咚咚咚的聲音 然後又是這一隻 我每次看到這一隻 我都覺得他好像又要罵我 為什麼我每次都要被他罵 奇怪 首谷已在掩埋的宅底中躺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 總之應該很久吧 神聖幾何 成也是他 敗也是他 我就覺得這個 這句話 超像超級的 就是那個啊 成也消河 敗也消河 有沒有 好 我們繼續 但紀念碑 將於此三谷中永垂不朽 所以這邊是三谷喔 覺得來到那個弟弟身處 好我們繼續往下吧 好我們繼續往下吧 這是一個回不去的概念 其實我有時候蠻納悶就是 我每次破關之後 到底我是怎麼回去的 就是他的道路其實有一種 不可逆的感覺 好深喔 怎麼了 還有啊 全部一起下去了 是焚墓 超多焚墓的 不能走那邊 那就走這邊了 會跳出東西嗎 不會 好 原來那種花是要來 做那個 獻祭 祭祖的 它背後出現那個歌聲耶 是歌聲耶 是歌聲耶 好 完成了 哇天啊 好所以呢就是 因此而完成了第九關這樣子 好 好 那第九關就是它也是一朵花 這讓我有點 錯愕就是 那朵花居然就是那個象徵物 而且它是變成藍色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玩到第九關這樣子 那其實還蠻其他後面的劇情的耶 不知道後面會是怎麼樣子 那如果大家想要收看 想要繼續看下去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按喜歡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今天就是實況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掰掰